这次方程豹厉害 方程豹豹5的全新售价是来到23.98万元起来 要知道这可是一台正儿八经的硬派越野SUV 有大梁 有电视区 还有三把锁 而且也是搭载了比亚迪独家的DMO技术 以及云脸P的技术 那么无论怎么来看 这都是一件相当夸张的事情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印证一下 究竟23.98能不能把豹5开回家 走起 好 那么在正式的悬架之前 按照惯例 我还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这一台方程豹的豹5 首先自然是它的定位和设计 那么以往在这个价格区间段 你大概率只能够买到一台 拥有方和造型的城市通勤SUV了 那么如果你想要更加专业的 越野的能力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必须要加更多的预算 去忍受更差的城市通勤的舒适性 更高的油耗 以及包括更低的配置 那么大家不妨去回忆一下 那么以往呢 有多少人究竟是在城市 通火拿木马人来通勤的呢 那么其实以上这些痛点 那么方程豹豹5是可以 一战式的通通解决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些设计的细节 那么比如说整个豹5这种四四方方的造型 以及这种非常犀利的这种线条 以及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钱包 其实在整个的外观设计层面呢 都能够满足我们对于一台硬派越野SUV的全部的强项 那么其实也不仅仅是停留在视觉的层面 那么整个方程豹豹5呢 它的内核依然是一台硬派的越野SUV 那么即便你选择的是飞云脸的版本呢 那么它整个的离地间隙呢 也是能够达到220毫米 注意啊这是最小离地间隙 那么它整个的一个接近角呢 是达到了35度 那它整个的通过能力呢 其实远非普通的全式通行SUV所比 那么如果你选择的是云脸版本呢 它的最小离地间隙是可以达到310毫米 那么整个接近角呢 是可以达到39度的 那么整个的通过能力啊 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那么如果你再仔细地去观察 整个豹5的外观部分呢 就可以发现 其实整个车身遍布了多达24个震能驾驶传感器 这也就意味着方程帽豹5 是支持L2加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那么这样呢 我们在高速通勤的时候 也就没有那么累了 是不是相比于我们传统印象中 燃油硬派SUV就完全不一样了呢 好我们来到侧面 其实可以看到整个侧面的视觉效果 它的方针的造型 稍微更加明显一些的 而且呢 豹5是全系标配车顶行李架的 那么它的车身尺寸的方面呢 车长是达到4米89 轴距呢是2米8整 而且其实可以发现 这台旗舰版是提供了一个电动的脚踏板 当然了 如果你买到其他的配置呢 其实也不需要去担心啊 通过6000元呢 其实就可以对这个配置进行一个选装了 那么我也特别的建议你一定要选装这个配置 毕竟呢 有了电动踏板 其实整个上下车的动作呢 都会更加的优雅和方便一些的 那么更别说呢 对于家庭的女性乘客 或者说小朋友的话呢 都会更加友好 那么对了 我想特别提示一下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去户外越野的话呢 其实务必对电动脚踏板进行一个锁纸 或者拆除啊 那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好 我们来到车尾啊 其实最带劲呢 还是它这个侧开式的尾门 那么相比于我们印象中那些 左侧开门的硬拍越野SUV呢 那么Functional豹5呢 它是选择了一个右侧开门 那么为什么豹5会选择一个右侧开门呢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 那么我们位于中国的道路呢 是行驶在右侧 那么这样其实更加方便 我们上下搬运我们的随车行李啊 那么更别说我们远离了左侧的快车道 其实对于我们的安全性呢 也更有帮助一些的 那么对于车内的内装空间呢 我想更加强调的是 当我们放到后排座椅以后呢 就可以收获到一个完美的全屏的空间 那么即便呢 你是在崎岖不平的户外啊 如果你选择的是云念版本的话 可以使用四轮调屏的功能 那么也是可以搭建出一个 非常完美的全屏户外露营床的 那么更别说抱舞会提供 非常强大的外放电能力 以及自发电能力 方程豹抱舞呢 天然就是一个完美的户外露营中枢啊 也没有想过 以往呢 这种高高在上 非常困难的这种户外越野活动呢 其实被方程豹抱舞啊 带到了我们普通人的身边 那么我想这就是技术平权的魅力吧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方程豹抱舞的内饰啊 其实这一次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卡莫米的颜色的 不过现在店里并没有提供这个配色 那么我觉得那个全新的颜色 其实会更加户外一些 那么整体上 抱舞的这种内饰的感觉呢 我觉得相比于以往那些传统的硬派SUV呢 它的反差感是非常强烈的啊 那么它整个的内饰呢 我觉得可以用奢侈来形容 就比如说这个双12.3英寸的屏幕 主架的仪表以及副架的娱乐屏 还有中间这一块巨大的15.6英寸的个悬浮派的 我们还有下方这些bling bling的 我们在越野时候必须要用到这些物理的按键 还有双50瓦的无线快充 以及包括这个仪式感满满的 我们通电以后呢 它就可以自动升降的这个换挡的档盖 更夸张的是呢 它还提供了一个冰箱啊 它是支持零下6度到零上6度的冷冻及冷藏 也支持40多度的预温以及加热功能的 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我们没有吃完的冰激凌进行一个保存 也可以去加热我们想要吃的便当啊 其实没有想到啊 有一天这种哭啪啪的户外活动啊 也能变得这样的 非常的轻松和享受 那么其实整体上抱我的内饰呢 带给我这种全皮包裹的这种感觉啊 比如说像顶部的这种起皮的材质 以及座椅的这种真皮的材质 那么还有我腿部和我胳膊所能触碰到这些全软皮质包裹的地方呢 其实带给我这种感受啊 真的整个抱五的内装的豪华程度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可以挑起的地方 好那么此时此刻呢 正常来说我应该位于后排大家去体验一下后排的乘坐空间 那么不过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今天来店里看车的用户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考虑到抱五是一台轴距达到2米8的中型SUV 那么对于它的空间表现方面呢 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啊 我不如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性能参数的部分 那么抱五的动力参数方面呢 它是双电机再加上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达到505千瓦 它的峰值扭矩呢是能够达到760牛米的 也就是说它的瞬间爆发能力是相当强的 那么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呢是4.8秒 其实那些停在你附近的小钢炮呢 都不一定能跑得过你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 延续了比亚迪DMI超级混动技术的节油基因啊 那么搭载了DMO技术之后呢 那么方程包抱五的溃电油耗仅仅是7.8个油啊 那么想一想那些同尺寸的城市SUV呢 其实也很难与它相抗衡的 好呢对于抱五的配置方面呢 我暂时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最后呢我也给到大家一些非常实际的购买建议 那么如果在此之前呢 你刚好就是喜欢这种方盒造型的城市SUV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23.98元的探索版本 一方面呢它可以给到你非常专业 非常硬核的硬派SUV的外观 同时呢也会给到你远超城市SUV的通过能力 更别说呢它还拥有非常丰富的起步配置 以及7.8个油的溃电油耗 那么至于我个人啊 以及那些对于硬派越野技术有更高追求的用户 我强烈的建议你去选择我旁边的这一台云脸旗舰版本 一方面呢它能够获得仰望下方的同款的云脸P的技术 另一方面呢它也能够得到全部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强力的加持 那么这样也省得我们去纠结了对吧 这不就是我们成年人所追求的我全都要吗 那么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方程宝宝我探电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是可以的 目前我们所有配置都是正常的一个排场的 目前会根据你选择的一个配置颜色 都会保持在一个月左右的一个交付时间 我现在比较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云脸旗舰版的一个车型 它是跟20000U8采用同样的一个悬架 在性价比上面它也是非常高的 毕竟我们现在的人在城市用车的话 都想要一台周末啊可以到野外去浇一下油 去嗨一下的一个车型 平常呢也在能在城市有这个油耗比较低的一个车型 我们是这个云脸版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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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